為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志賢 我是馬千惠 歡迎收看夜問打拳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中華民國 你快樂嗎 今天中華民國在海峽兩岸 都好像沒有被承認 在台灣 台灣竟然在國慶典禮上面 林全行政院長 他是不唱國歌的 一個中華民國 到底有幾種面貌 幾種表述 蔡英文口裡的中華民國 是沒有北伐 沒有抗戰的 沒有台灣光復的 只有威權統治 只有族群分裂 只有在台灣的這一塊的 中華民國 他口中的中華民國 其實就是台灣國的 外面批的那一層外衣 我記得我十七八歲的時候 還在總統府對面的北一女 爬牆 翹克 調戲憲兵 然後在享受青春 可是有一群人 十七八歲的時候 是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然後有了我們今天的國家 但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 對很多人來講 他重要的是他的權位 我講的話 我做的是每一步 都是步步朝向我要的權位 跟榮華富貴而走 一個陳水扁 要不要出席國慶 邀請的也是蔡英文 不准的也是蔡英文 一個中華民國國慶 六都裡面民進黨的市長 有三個不來 來也是為了權位 不來還是為了權位 一個中華民國 到底見證了多少人性 千惠 這個國家的生日 怎麼這麼沉重 好 先為您介紹 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邀請到的是 政治評論員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監察委員葉耀鵬 大家好 台北教育大學教授莊啟明 太太好 以及政大教授湯紹成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鄭思成 之前千惠 大家晚安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我們看蔡英文 當他講中華民國的 是在對岸北京喊話 這個時候中華民國 就拿出來很好用 當作安全氣囊 聽他怎麼講 我要呼籲大陸當局 正是中華民國的存在的事實 正是台灣人民 對於民主制度的堅信 所以千惠 他講 大陸很順口 然後不對 再加一個大陸 這樣子來講 可是他講中華民國是用來 對大陸喊話的 可是他自己對中華民國 到底有多少認同 他中華民國今天講了三次 講了26次的這個國家 大家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今天是到國慶現場 轉播的 我必須要說歷經別馬時代 那麼轉播到這一次 蔡英文政府上台 這是我所看過 最冷清的一次國慶大典了 我想這次現場所有各家的同業 如果你夠資深的話 你跑到現在 在今天大家共同的感觸 天灰灰 雨蒙蒙 座位空蕩蕩 因為事實上也證明了 對 這一次大概 現場座位空了大概三分之一 那麼確實跟馬英九時代比起來 他的僑胞到這一次來觀理的人數 大概也確實是少了大概一半左右 好 我們還有另外觀察也就是說 以往我們看到這種 國恩嘉慶的場面 其實在現場講話 連線轉播 一定都是私生力竭 震耳欲聾 但這一次完全沒有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你是不想要營造說 雄壯威武 走過去的老路子 他們要新走的是 溫馨感性的訴求 好 再在今天的現場觀察 當然所有人最關注的還是 蔡英文的國慶演說 說了些什麼 好 那麼他提到了 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會談 那麼換句話說 還是尊重九二會談 但是不認九二共識 以及他提到了 包括維持現狀 是基本態度 還有正是中華民國的存在 也希望能夠和對岸坐下來談 什麼都可以談 好 事實上 從他的這一次的演說當中 我們翻來覆去 看來看去 發現是不是有沒有新東西 是不是依舊是老調重談 好 那麼除了這個是兩岸論述之外 事實上他在今天的國慶演說內容 還提到了外交 還有司法改革 以及他大篇幅的琢磨在 年輕人在經濟這一塊 那麼他處處提到了年輕人 說要改善年輕人的未來 以及包括辦理社會住宅 以及要給年輕人一個多元的 民主政治推動轉型正義 那麼當然他也有提到了 長照制度 托育計畫等等 那麼看起來 這好像年輕人 老人 小孩 通通照顧到了 是真的面面俱到 真的做得到嗎 好 那麼對於行政團隊的看法 他也提到了改革 改革還是改革 那麼他有錯就改 對的事情堅持到底 不必悠長未積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來賓 怎麼看待在今天 蔡英文總統的這一份答卷 我們把他今天的講話分成兩塊 注意 第一個要觀察的重點是 他原先釋放出來演講的長度 是比真正演講長度還要長的 所以臨時最後關頭 到底發生什麼事 刪掉了哪一部分 這到目前為止 不知道 只是他演講的長度 短了很多 第二個 我們先來看兩岸 大家觀察了重點的重點 還是兩岸 兩岸有新的東西嗎 有 大家都沒有看到新的東西 當然他維持現狀 當然他不承認九二共識 只承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 而且他不是承認 他說我尊重 這個都沒有變 再來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然後兩岸的執政黨要拋棄 所有的歷史包袱 但他提出了四步 四步 就是說我這些我都不承認 然後我還要對抗你 我也不承認你給我的壓力 所以葉教授 我想先請問你 你從舊子眼說 到他一路上接受國際媒體的訪問 一直到今天10月10日國慶日的談話 很多人還在想說蔡英文到底會不會承認 很多人還不死心 是不是有些人你永遠都不用等 我必須在這個地方 很鄭重的說一句話 九二共識就在今夜返過去了 今夜以後就沒有九二共識了 這句話怎麼講 他今天的文告 從舊子典禮一直到今天的文告 他所要強調的 他的主旋律就是要維持現狀 但是因為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這一個問題 這一個共識的話 你的主旋律就不存在了 現狀也不存在了 從明天之後兩岸之間 已經不再有現狀 也不再有九二共識 你如果說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你有足夠的高度 你的視野必須放眼於世界 你要看世界局勢的演變 怎麼樣子 然後我們台灣的生存 要怎麼應對這個世界 你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的眾生 你有歷史感 你要看百年來 三百年來 乃至於三百年來 台灣的歷史演變 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們今天看到全世界整個局勢 中國的崛起 美國的衰退 日本的想要蠢蠢欲動 卻不得其力 那麼因此我們也看到 九六這個飛彈危機的時候 美國人到台灣海峽來 還會通知中國 什麼時候要走 什麼時候要來 他的航空母艦都告訴了中國 但是就是不讓我們台灣知道 可見那個時候 還 中國大陸還跟美國 還勢均力敵 可是到了今天南海仲裁 美國跑到了南海去 菲律賓旁邊去 仲裁一出來 大陸一發聲 美國人撤退了 國際的形勢 整個國際形勢 也到這個地步了 蔡英文總統 還魅宇誓 或者是沒有看到這整個過程 居然還在想要把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 九二共識 台灣的生存 是跟國際形勢息息息相關的 當年如果沒有說 美蘇的冷戰的話 我們也不敢喊反攻大陸 我們甚至要殺豬把馬 在那個年代 後來他們已經和解了 我們這個也退出了聯合國 我們從莊敬至強 退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這個是歷史已經告訴了 我們這一段 最後好不容易 我們建了一個九二共識 一個哲休彼此能夠過得去的 這麼一個共識 讓台灣在國際很險惡的形勢之下 還能夠存在 讓台灣在整個的持續地緣 政治的發展上 我們還是能夠存在 就是因為九二共識 我們不僅存在 我們還要求發展 那麼你今天蔡英文總統 你說要維持現狀 可是你把維持現狀的基礎 九二共識推翻掉 所以我說大陸老早就巴不得已 你把這個東西推翻掉 你推翻掉的話 他們好出手 好做事 因為在馬英九執政的時代 我們口口聲聲用九二共識 他雖然承認一中 但是各表他不承認 可是不承認也得承認 這是我們智慧 政治智慧的運作 今天政治智慧的運作 讓台灣能夠很康莊的走了 又是20年 又來了一個20年 好 今天民進黨上台 蔡英文執政 你今天你既然 你不承認這個東西 很快的我們就等著瞧 不過蔡英文告訴了我們一句話 政治沒有什麼 叫什麼 只有承擔 問題是 不是你承擔 是台灣人民開始要承擔 葉委員講的 跟其他人分析的不一樣 你說從今天開始 九二共識已經翻過去 然後蔡英文說 政治就是承擔 但是他在接受 華爾街日報的訪問 專訪的時候 他也講 他說台灣人民要承擔 沒錯 他說台灣人民 我們大家要來承擔 當然是我們承擔 從7月22日 他接受華盛頓郵報的專訪 一直以來到現在 他對國際媒體抬出來 都是民主的價值 然後維持現狀 好 然後民進黨30週年 他的公開信 他講說 我們要立抗大陸的壓力 然後在這一段 很著名的話之前 有一句話 其實大家都忽略了 他說有些價值 我們一定會堅守 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價值就是台獨的價值 好 華爾街日報 更是講到說天然獨的問題 然後怎麼樣去 台灣人民要怎麼樣去 立抗大陸的問題 好 再來 獨賣新聞的時候 他講說520的承諾不變 我們會維持現狀 善意不變 湯教授他一直在講 我要維持現狀 我給大陸這麼多的善意 大陸為什麼不接受我的善意 然後我要建立一致性 可預測 可持續的兩岸關係 確實 他確實有一致性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 都知道他會怎麼講 今天沒有任何其他的 特殊的驚喜 只是他一步一步的 伸前往前走 是他在逼習近平 還是習近平在逼他 我覺得其實 蔡英文今天的這個演講 我大概八個字形容 了無心意 原地踏步 意思就是說 北京已經表態了 你要這樣子繼續下去的話 一定會出事的 可是他還是 好像根本沒有聽到 現在下一個階段 我們現在可能就要注意到了 原本的人民內部矛盾 會不會變成敵我矛盾 這兩個矛盾有什麼差別 人民內部矛盾 可以用和平手段解決的 可是敵我矛盾 就是用非和平手段 所以說台灣你準備好了嗎 難道你真的要跟北京對抗嗎 而且我覺得今天的這個情況 剛剛這個葉委員講得很好 九二共識已經是明日王花了 也就從今天開始 這個九二共識就已經 在兩岸之間完全消失 不存在了 在這種沒有九二共識的情況下 我們就得要硬碰硬 所謂硬碰硬的意思就是 原本有九二共識的時候 這個是一種所謂的 建設性的模糊 雙方都可以各退一步 海闊天空 可是你把這個模糊拿掉了以後 把這個中間的安全辦 拿掉了以後 我們就必須要硬碰硬 而且要講更難一點 更嚴重一點 可能就是要短兵相接了 因為最近大家都知道 北京那邊或是大陸那邊 他們在放假 所以說最近這些蔡英文的 這個演出 對方都沒有什麼樣很具體的 或者說是比較強硬的 這種反應 可是從今天開始 他們已經消假上班了 所以我想在可預見的將來 也就是大概就這個禮拜 北京這邊一定會有 非常強烈的這種反應 其中還包括了有關於 比如說宋楚瑜主席 他能不能夠順利的到立馬 到密魯去開會等等這些問題 因為今天蔡英文總統 他所講的三大點 第一個是內政 第二個是外交 第三個才是兩岸關係 也就是說這裡面的這種安排 完全顯示出了 在蔡英文或是在民進黨的 他們的這個理念當中 外交關係或是對外關係 是優於兩岸關係的 而國民黨是完全顛倒 也就是說他希望用假外力的 這種方式來促成或是促進 兩岸關係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 原木求魚不可能的事情 簡單一句話 您認為宋楚瑜去得了APEC嗎 我覺得去不了 而且對方我所了解的狀況 就是這一次 不但是宋先生去不了 同時我想政務官也都去不了 而且有民進黨黨籍的 這些人物也都去不了 可能的話 大概就是企業界的代表 還是回到陳水扁時期的 商業界的人士 好 我們現在電話連線 台大政治系榮譽教授 張寧生老師 張老師 您好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張老師 蔡英文他在國慶演說 他有四步 他說我們的承諾不會改變 我們的善意不會改變 我們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更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這個四步 他今天講出來這四步 另外他定義了維持現狀 他說更為更積極的意義是 要在深化民主機制的基礎上 要前瞻積極的作為 推動兩岸建設性的交流對話 我想說蔡英文基本上 在雙十節有關兩岸的談話 和他520的就職的談話 其實是就是新品裝成久 沒什麼新意的了 他也說他自己也說 我520講的那些話 我一個字都沒有改變 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上 你來看他今天的講話 就很清楚了 而且他就是你剛才所念到的 就是游擊今天很重要 就是他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但是很相反的 又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那你如果是不屈服的話 事實上你就是在跟他對抗了 這個邏輯 我是不知道他怎麼轉的了 因為對方跟你說 你事件沒答完 你應該要回答 你接不接受九二共識 也就是說兩岸同屬一中 那他都把這些問題回避掉了 你回避掉了 你又說你不屈服 那當然那就是對抗嘛 那而且他在說 維持現狀更積極的意義 是在深化民主機制的這個基礎之上 而且還呼籲中國大陸 你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要正視台灣人民 對於民主制度的堅定信仰 所以他就是把中華民國 和這個在台灣實施的這個民主制度 拿來當作擋箭牌 就是你要正視這個東西 我們才可能坐下來談 那麼在這個前提之下 只要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 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 什麼都可以談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這個雙十節的談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新意的 可以說是了無新意 張老師 您的判斷 大陸會給今天這樣的談話 做什麼樣的反應 宋楚瑜去得了APEC嗎 那是一個觀察點 當然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點 當然宋楚瑜認為他一定去得了 當然蔡英文也認為說 這是可以一事的 不過對我來說 我認為大陸如果聰明的話 北京政府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頭 有一個清楚的表態 不要再對台灣的民進黨政府 送出錯誤的訊息 所以在這點上頭 我不敢斷言了 因為什麼事情都可能有例外的 宋楚瑜講得那麼滿嘛 如果連我都還不能去APEC的話 那兩岸和平還有希望嗎 對不對 他講得那麼滿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因為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 邀請過他去大陸 那我就覺得是有點奇怪 所以在這種背景之下 我不敢講他絕對去不成 但是我認為他應該是去不成 如果習近平連這點智慧 都沒有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兩岸關係 他也不要玩了 謝謝 謝謝張老師 就是在這個關係上 如果蔡英文接連送出來的 對於兩岸共識的態度 是這麼堅定的 毫無轉圜餘地的 而最後習近平事前所講的 地洞山搖沒有發生的話 那麼呈現出來的就會是 蔡英文贏了上手 而習近平就落了下風嗎 董哥 你剛剛在問第一個問題的時候 最後一句話是用什麼你知道 有些人你永遠不必等 馬天位就笑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陳淑華的夢醒 對 你不經意用了這個 其實他代表的意義非常深遠 我是精心策劃用這句話 我看這一次蔡英文他當然 他也知道他講的東西沒有料 他的料其實都一成不變 就是給美國的專訪 給日本的專訪 裡面其實都提到了 這個東西其實很多人有期待 我覺得我也不必對他有等待 但是剛剛艾奧彭律師他所講的 他說其實九二公司已經死了 九二公司怎麼死 從今年的1月16選 蔡英文當選總統以後就死了 因為中間到馬昂九卸任的四個月 其實海基會跟海協會 本來有排一次活動 結果民進黨那時候的立法院 就要求不准去 林中生就去不了 所以那時候所有東西都已經斷了 蔡英文在這次裡面 雖然提到國內外交 提到兩岸怎麼樣 這些東西都是空外都是假的 其中國人本來最期待的就是說 兩岸會不會有新的講法 那當然我們很早就知道 九二公司其實死了 不可能有講 宋楚瑜怎麼形容蔡英文 宋楚瑜講 說蔡英文你的兩岸政策 連神仙都救不了 中華民國要正視他存在 這馬上就建國100年獎了 蔡英文演義他 演義說中華 你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 你要正視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就是台灣 那金門能進哪裡 馬祖能進哪裡 這就是民進黨議官 然後他說你要點亮台灣 你今天等於說 就把台灣帶到燃燒的火點上 這是宋楚瑜講的 一模一樣的話 所以你今天看到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有人為了夠關 當然現在連面目就會變不一樣 但是我們講的東西 就是實實在在 中華民國要正視他存在 這馬上就建國100年獎了 蔡英文演義他 演義說中華 你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 你要正視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就是台灣 那金門能進哪裡 馬祖人去哪裡 獨立 所以我說這個人 在任何時間講的話不可信 而且蔡英文最重要 對中華民國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這是蔡英文講的 你要人家怎麼正視 全世界所有政黨 所有國家 最糟蹋 最鄙視中華民國的 就是民主進步黨 從來不把它當作一個國家 從來沒有 然後你今天要人家正視 你自己都看不起了 還要人家正視 你今天我看到一篇臉書 今天艾匡時前任的交通部長 他從中山大學出來 他說我從中山大學到高鐵站 我在高雄 沿途沒有看到一片枸旗 你要人家正視你 你們民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 沒有一片枸旗 你這是什麼心態 你在台南或高雄 拿中華民國國旗 碰到不理性的民眾 可能還會被打 還會出事 還會被打 發生暴力事件 所以我們現場 總算在我們節目 可以看得到中華民國國旗 今天的國慶現場 都看不到什麼國旗 常常都是這樣 沒有把國旗放在地上踩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莊教授 維持現狀是蔡英文在選舉的時候 對全台灣 對中華民國國民的承諾 讓大家誤以為說 我會承接所有既有的 馬英九的路線 兩岸的和平 今天其實許世凱 他在10月8號的時候 終於幫大家解開謎底了 維持現狀是什麼意思 許世凱是陳水扁時代的 台灣駐日代表 然後是獨派大將 也是蔡英文現在非常尊重 非常敬重的獨派大佬 他說維持現狀 我邏輯推理 其實維持現狀就是台灣獨立 因為現況就是台灣獨立的現況 只是我們不把它戳破那張皮 蔡英文總統維持現狀 但是不接納九二共識 這符合台灣人的願望 所以蔡英文只要繼續 一步一步一步的 去推動台灣獨立 推動教育文化的台獨就可以了 我必須要這樣講 我先從蔡英文講這些話開始講 因為裡面有年輕人 我覺得我們可能有一些地方 可以再深度的解讀 維持現狀 還有承擔 我覺得自從蔡英文 就直到現在為止 造成我們的農產 漁產 原來的採購不見了 包括我們的觀光產業 禮物產業 包括很多的餐飲產業的店家 關門的 青年包括很多職員都喪失工作了 然後家裡陷入困境 但是唯一維持現狀的就是 蔡英文還在當總統 而且他這是還換幾千萬的 承擔的是誰在承擔 這些受苦受難的在承擔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他在講承擔的時候 是叫大家要承擔 對不對 維持他繼續怎麼樣 當國家元首 享受這麼多權力的現狀 我在另外一步 我們來看這個 他提到這些政見 年輕人 這些政見 我覺得這些政見 說老實話在我心中 比柯文哲都還不如 比柯文哲不如 柯文哲當初至少還有一個願景 說要台灣超越新加坡 台灣超越新加坡的話 國民所得要5萬美金 裡面這幾項 新加坡都做得很好 所以柯文哲只要有這些願景 對不對 可是我們來看這幾項 他這幾項我覺得 蔡英文這個國家元首的格局 比市場都還不如 辦理社會住宅 我幾年前就講了 我們的房價會一直掉 社會住宅影響不大 長照製度假托益 這個我支持 但是裁員在哪裡看不清楚 年輕改革之後 年輕人的負擔會相對減少 我覺得更好笑 他完全不了解年輕 年輕改革主要的精神就是 將來交多 零少 怎麼會減少他的負擔 然後年輕人 一個健康多元的民主政治 那是民進黨 完全沒有資格講話 一個健康多元的民主政治 要建立在理性的公民社會 尊重少數 多元討樂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民主政府黨 是什麼做的 5加2說我聽不懂 那個蔣經國十大建設 還有新竹科學延期 造成國家的企業 5加2是什麼 聽不懂 市長的格局 我們看行政台隊 改革沒有絕境 走絕境的改革通常不是真改革 連國民黨黨場條例就是 我贊成國民黨黨場要改革 但是不是走這種方式 而且是用阿拔的方式 包括一例一休 一分贏 一分鐘 而且當初那個 他們在罵福茂通過的時候 罵他是半分鐘對不對 可是他們 國民黨以前是有辦過 幾十場共慶會 這次民進黨這個 幾乎都沒有罵共慶會 完全沒有 比國民黨阿拔 阿拔 所以他不是有求做改 有錯就改 做對的事情就堅持到底 我覺得他是有錯不改 錯的事情堅持到底 只能說他的是非價值的標準 跟民主社會 跟正常人類是不同的 我們認為民主就是過程最重要 而他認為就是他做到了 他把國民黨鞭施了 把國民黨滅掉了 這就是對的 對的我管你罵 我就堅持到底 所以施誠 他講年輕人要訴求 讓我民調不要掉吧 他講轉型正義 就是我繼續砍國民黨 許世凱說出真話 維持現狀就是台灣獨立 因為中華民國 已經在1949年滅亡了 這他前兩天講了 蔡英文在現場 他講這個話的時候 蔡英文沒有反駁 是 你們都不了解蔡英文 蔡英文從520 到今天11月10號說 他認為他要承認 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 各位 什麼是 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 對不起 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 就是沒有共識 後面共識是後面逐漸形成的 所以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 不等於九二共識 他直接明講就是九二 沒有共識 這是他的認知 然後他說四步 對不起 我覺得蔡總統 你在鬼扯 四步叫做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不屈服於壓力 我請問一下 你兩次提名不分區 有沒有屈服於新潮流的壓力 有沒有 你對民進黨黨員的談話 不立抗中國的壓力 有沒有屈服於獨派的壓力 有沒有 你還沒屈服 你多次屈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 所謂的總統的 所謂的國慶談話 大概就是三機 你那個三機談話 就是影印機 再加上獨稿機 然後再最後有新機 就這三機 為什麼影印機 請問跟520談話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念稿機 你以為他在看台下的觀眾 不 他在轉來轉去 看的是那個字幕機 然後之前特別談到說 他平常很順的叫做中國 不然發現竟然不能講 中國在後面接一個大陸 我最後要講 你知道我們要 立抗中國的壓力 我告訴一下美國 怎麼立抗中國的壓力好嗎 這些大國都承認 中國是唯一的合法的政權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這就是政治前提 我們要立抗 我們最後可能會死人慘 蔡英文要大家立抗大陸 立抗所謂的中國 然後他自己要立抗的是什麼 他自己要立抗的 其實是民主的精神跟原則 因為台灣過半數的民意 是支持九二共識 台灣過半數的民意 是希望兩岸和平的 而他想要給年輕人未來 可是沒有兩岸和平 我覺得年輕人很難有未來 但是陳水扁 可能會有美好的未來 我們今天看到 最停扁的顧寬敏 今天也在總統府現場 他怎麼樣幫阿扁講話 我是贊成他來 他來比較好嗎 來比較好嗎 來比較好 怎麼說 國家的 國家的 這個 慶祝 請他來 邀請他來 最重要的是趕快要測試 你有跟總統說過嗎 比我跟他講 他也很聰明的 比我聰明的多了 所以一個陳水扁 到底去不去得了 這個國慶的場合 在這個國慶日之前 是非常的懸疑的 一下子是蘇嘉全 他給了邀請海馬 邀請陳水扁 可是保外就醫 只是讓你看醫生 怎麼可以去參加 國慶日的慶典 所以一陣輿論大發之後 最後中間中部監獄 他就開會 在加班開會 討論一番以後 又不給他來了 邀請也是蔡英文 不給他去也是蔡英文 不過我們要說這個 小英總統 他第一個國慶日 真的是差一點點 當不了主角了 這個主角差點就成了 我們前總統 主要是因為他的愛將 他的自己人 蘇嘉全 暴衝 結果差一點點假戲 真作 而是陳志忠 在媒體面前講 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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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以為阿扁會來 那麼當然最後就在最後一刻 喊咖的原因是因為台中監獄 給予安全 醫療 個人照護的考量 所以不准 藍營這邊就會說 這樣不公平 對其他的受刑人來講 這個怎麼可以這樣 成天在外面趴趴走 還有你蔡英文政府要做好人 台中監獄做壞人 那麼陳家 貶家 會不會覺得根本就是被耍了 可是我們也發現在綠營這邊 特色阿扁的聲量又大了起來 那麼很多人就開始想說 那麼這樣是不是也是為了自己 要拚的是初選 拚的是未來的官位 好 首先講到 大家所最寄予的 就是2018年的台北市長選舉 已經在泛律陣營裡面 各個磨刀禍禍 我們看到就是台北市長 柯文哲的對手有哪些人 包括徐國勇 孤立雄 蘇患志 賴清德 姚文志 這可能都是人選 所以最近也傳出 民進黨內有人跟台北市長 柯文哲討論過要不要入黨 入黨之後2018代表 民進黨來參選 當然柯文哲說目前是沒有 根據民進黨的相關條例 必須要兩年才有選舉資格 所以換句話說 柯文哲必須要趕快 他必須在今年12月31號 之前入民進黨籍 這才來得及 志賢 所以莊教授 陳水扁他是貪污犯 他已經判刑 入獄 坐牢 然後現在保外就醫 可是他出不出席 國慶這個事情 引起政壇軒然大波 最興奮的還是綠營 每個人一張嘴 講的都不一樣 連所謂台獨理論大師林卓水 他都講 陳水扁有沒有去中華民國國慶 沒關係 不重要 將來台灣國 國慶他不要來就好 可是不是嫌棄他貪污 是說他當初不夠台獨 你怎麼還可以提 四不一本一沒有 所以我這個台獨理論大師 我嫌棄你 不夠台獨 一個陳水扁 引爆了民進黨內部 要選舉的各種人 然後交相表態 看一下門道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他槍作火 我認為他們應該是安排這樣子 蘇嘉賢發邀請函 小英假裝不知道 然後陳水扁 婉拒 說因為我現在保外就位不宜 所以蔡英文面子也有了 理直都有了 結果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擦槍走火 結果要出來 要出來以後就不得了了 後面這些想要表態的 將來要選舉的人就跑出來了 你看我從 我自己民進黨執政 我的縣市長不來參加國慶 這後面的意義是什麼 是什麼 對不對 就是他要表示說 他比蔡英文更毒 民進黨裡面 升級的這一塊 已經在爭取未來的縣市長 包括立委的參選權 這個我們可以從這裡面 聞出來這個味道 所以我認為本來是 未來就是在比賽誰更毒 這種情況就出現了 未來是要比賽誰更毒 對 所以連連左手也都說 台灣共和國 陳水扁你也不要來了 連你都不夠毒 所以現在已經看出來 民進黨裡面 升級的這一塊 已經在爭取未來的縣市長 包括立委的參選權了 這個我們可以從這裡面 聞出來這個味道 所以我認為本來是一出 可能是陳水扁也做得很漂亮 蔡英文也做得很漂亮 蘇嘉賢也做得很漂亮的戲 被獨派的這些人見縫插針 造成今天的情況 東哥 其實蔡英文百分之百 不願意陳水扁來 因為我第一次在主持這個會議 你來絕對是搶戲 所有媒體一定在看阿扁 阿扁嘴巴怎麼樣一下 然後有個動作 皺皺眉頭什麼樣 媒體一定拍 最重要是看他的拇指 對 所以蔡英文其實百分之百 不願意他來 可是一定要安排說 我其實很重視陳水扁 各位可以看到蔡英文 大概這兩三個禮拜 開始向獨派大力的琴邪 對那些勝利的名嘴言聽計從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這兩三個禮拜有怎麼變話 因為邱一人進來了 邱一人進來他做很多事情 就變有魄力了 一立一休給我過 哪一個人趕不過 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大黨頭都回來了 你今天看到蔡英文這些動作 這些動作都是假的 就是我有邀 可是那些事務官 台中監獄那些六指等 七指等的事務官說不行 不行 那我要尊重專業 所以我就沒有讓他來 我都交代了 這是他所有獨派都交代了 許士凱也交代了 林佐治也交代了 孤寬敏也交代了 這就整個他的策略 今天蔡英文本來想說演個獨角戲 可是今年的那個台橋回來最少 然後今天又碰到下雨 然後很多事情都不太好看 偏偏他最近受到很多挫折 所以他講很多話 自己來勉勵自己 說不要悠纏慰姬 就這樣 那這些都沒有用 我老實講 今天這場國慶其實是很多人 都覺得很失敗 跟國際相比什麼都失敗 今天反而我覺得 最成功的國慶在國務劇樣館 今天下午我經過了 很多人在那邊大聲的唱國歌 不是像林前不太敢唱 林佳龍避構武黨手中 然後孤寬敏啦啦啦坐在那裡 我覺得你要嘛你就不要去 你既然來參加中華民國國慶 而且蔡英文總統又拋出 正式中華民國這個主張 你就是應該尊重現在這個國家 你今天不是在賣三星的手機 民進黨執政兩次 就像三星手機裡面會爆炸 第一次爆炸 大家趕快來換 換回來第二次又爆炸 一樣 你就是要借人家的 可是裡面是會爆炸的 千惠在現場傳播 感覺到的是就是冷清 然後沒有感覺 沒有feel的那種感覺 可是他沒有感覺是什麼 賴清德在台南 盤算要到台北來選舉 很有感覺 是很有感覺 林佳龍在台中 他也不來 他在台中做他的諸侯 他也很有感覺 你知道賴清德多過分 那天來雙北拜廟 拜完廟以後吃東西 吃東西店家幫他安排 所謂的這個房間 他不要 坐到這個大廳來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起來 他不喝酒 然後喝開水 逐桌敬酒 敬開水 你看他有多麼的明白 他那時候這麼控 對不起 10月10號 他就不贏了 沒有控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要倒著看 其實10月10號 對蔡英文來說 是個積勒 麻煩 因為很麻煩 我又要發表演說 又要表示國慶 要表示我欺負這個國家 很麻煩 我只好先把我的 我的講稿先發給中央社 然後又刪掉一些對白 然後演出這個叫 邀請陳水扁的戲碼 是對獨派交代 先這樣子 不能讓他來 然後再由蘇嘉全 他自己去弄 弄完以後就說OK了 這個事情他不會來 所以怎麼樣 然後不關我的事情我不知道 然後國慶演說完了 完了就完了 各位不要再討論了 大家把這件事就忘記了吧 這個事情過去就算了 大家不要再分析這麼多了 我就是應付一下 對不對 我也不得已 11月10號 要我講這麼多話 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講完了 然後我就把 5月10號拿來考遍 然後再改變 就變成我今天在講話 所以各位不要再分析了 因為過了今天 他講什麼他也忘記了 因為他是看讀稿機的 對不對 所以大概就是如此 可是問題是 傷害已經造成 我覺得受害最大叫宋楚瑜 剛剛各位分析的沒錯 可能宋楚瑜 本來還有點機會 這下挪順的 所以湯教授 其實曾經10月10號 中共也曾經高喊 中華民國萬歲 對 曾經 他曾經 你看大陸現在在流行民國風 因為旗袍裝 常山 學者 大師 自由的言論 然後所有的一切 湯老師 蔡英文現在處於 其實只剩下中華民國這層皮 但他堅定的要走台獨這條路 今天不得不硬錨來演出一個 這叫什麼 貌合神離的國慶日 他們心中中華民國 本來就是流亡政府 所以陳水扁來不來 當然我演一演就好 大家心裡想還是我的權位 我蔡英文我要做多久 其實可以說是一場醜劇 而且要把這個陳水扁拿出來 再度的來消費 可是陳水扁我倒覺得 他也覺得他應該 也來可以演這場戲 為什麼 因為他的最終的目的是要特色 這個如果說 他整天都待在監獄裡面 或整天都消失逆跡的話 人家就把他忘記了 所以說他在前一陣子 就在蔡英文 他舊職演說的那個時候 他不是也在鬧了一陣子 那個時候當然是他兒子 後來一直在支撐 然後後來也看到這個情況 也稍微打了一個折扣 可是重點是說 老百姓覺得這個人好像還在 可是這次這個情況又來了 剛剛講中華民國 跟大陸跟中華民國的看法 大陸跟中華民國 今天如果大陸 一定要支持中華民國存在 如果沒有中華民國在台灣 大陸沒有辦法 跟台灣產生一個連結 政治上的連結也好 歷史上的連結也好 他根本就沒有權力 在這裡主張 因為歷史告訴我們 他那個政權跟我們無關 所以一定要有中華民國存在 當時他念念的 就是要把中華民國消滅 現在他一定要把他扶持著 同樣的民進黨 一定面臨這個困境 這句話怎麼講 民進黨像個癌細胞 他要吞食中華民國 他要把他消滅掉 他甚至於為了黨產 他要把他趕盡殺絕 可是他忘了一點 癌細胞不能把你的母體毀掉 回家你也不存在了 沒有中華民國 民進黨還能存在嗎 你如果沒有中華民國存在 老共 我跟你講 他民間就開戰 絕對交代的過去 是吧 所以民進黨只能四個兒子 很好 我剛剛很佩服顧寬平 他不經而易而說出來的 國家的慶典 其實他就是心裡頭的話 他還是要這個國家 因為沒有這個國家 他根本就沒有生存的空間 對不對 這是真的 沒有中華民國這層皮 勞共半夜軍隊就開過來了 那些主張台獨的人 逃兵的逃兵 還有到美國特別去生小孩 去生小孩了 誰來打仗呢 所以還是需要中華民國這層皮 就在中華民國105歲生日這一天 美國總統大選 第二次辯論會同步登場 Sharry還有川普的民調 在事前我們看到 都是Sharry為服領先川普 可是剛剛經過這個第二場 辯論結束之後 最新的民調Sharry已經到57%了 川普34% 所以差距拉大 主要是因為最近川普很糟糕 因為他大開黃腔的 過去被起底出來了 包括了這是CNN挖出川普 在2004年接受一位 廣播節目的主持人 訪問的時候閒失的對話 他甚至連自己的女兒都不犯過 這個我不逐字唸了 因為我實在唸不出口 這些影片外流 其實就是要轉移焦點 那麼轉移大家對現在政府 等等重大議題的關注 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川普的道歉有滅得了火嗎 這是美國總統大選 怎麼會淪落至此 只有這樣的格局嗎 還有是不是川普 也不要再繼續選了 因為事實上他離勝選 是越來越遠了 今天早上其實在 蔡英文的演說之前 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是在看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 其實是很精彩 看得到川普他這個人 已經完全已經幾乎是失控了 其實華盛頓郵報 也公布了一個滿可怕的 是他在卡車上面講的話 講得更過火 更過分的話 所以一連串的隨時一撈 好像都是川普的色情錄音帶 或色情錄影帶 這樣的人可是 雖然共和黨的大佬 支持共和黨的名人 都已經紛紛撤回對他的支持 可是共和黨基層對他的支持 非常堅定 完全沒有退縮 跟民進黨基層支持者一樣 非常堅定 我想說我大概用三句話 來形容目前的川普的情況 第一個叫做非傳統 第二個是繁體制 第三個下三爛 目前這個情況是完全打破了 另外那個是繁體制 意思就是說今天川普 他之所以得到這麼多的支持 當然是說講了很多這些 不滿民眾心理的話 因為很多民眾 確實對目前美國的政治 不要說美國 很多其他的國家也類似 像譬如說菲律賓 等等他是對於當前的情況 不管是制度也好 是人也好 政策也好 都是有高度的不滿意 剛好川普就把這些人的心理 他們不敢講 或是不想講或是沒得講的 這些話把他講出來了 然後大獲這些民眾的支持 這種問題怎麼抬到總統辯論 來做攻擊對方的工具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完全違反了 美國其實他們原本的 這種基本的價值 你如果說你選希拉蕊 保持現狀 穩中求盡 可是如果說你選川普的話 他是其實我們把他那些 負面的東西排開的話 他是美國優先 然後閒事掃管 對 他是要美國優先的 其實這些東西很多人 還是聽得進去的 他說美國的公路 美國的機場 是因為變成第三世界了 所以說你一定要把那些軍費 你花在中東的這些軍費等等 你把它省下來 然後來建設美國 然後把美國打造一個更好的 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的 這種國家 這個話人家聽得進去的 卓教授 我們在台灣的人 我們看美國的總統大選 我們應該怎麼看 其實這種現象 在台灣以前就發生過了 對現狀 有下山爛嗎 對現狀很不滿 充滿了憤怒 然後有人可以把我憤怒的感覺 表現出來 我認為這樣子的話 台灣會進步 當初萬年國會的時候 朱高正 他跳上那舞台以後 變成很多人的英雄 對不對 再來柯P 柯P也是很多人對現狀不滿 然後對體制也不滿 然後很多地方不舒服 柯P用他的語言 把他內心的話感受出來了 然後認為下一步就會認為說 因為這樣會帶來 有夢最美希望香水 可是等到到了一個臨界點 發現說他講的東西 跟他做的已經越來越差越遠了 講的跟做的越差越遠的時候 他名叫就會下滑 有一些民主 一面用偏頗的語言 偏頗的資料 我覺得這位台灣社會 絕對不是正面 所以我是覺得從這個地方看 真正人民的選舉 還是要回到怎麼樣 包括民主 還是要回到理性 回到公民社會 民粹 媒體一言堂 有一些民主 一面用偏頗的語言 偏頗的資料 我覺得這位台灣社會 絕對不是正面的 葉教授 其實台灣有沒有像美國 那樣子的一個 自動處理的機制 你可以有川普這樣的人 可是美國的媒體 不會被川普所壓制 美國媒體可以監督川普 可以有一個比較 稍微公平一點的機制 可以讓大家 讓老百姓 在選票投下去之前 就看到真相 這一點我們應該來講 這個還有一個很關鍵性的 就是網路的發達 透過網路有很多網民 他們沒有太多的社會的經歷 他們所經歷的都是挫折 挫折帶給他們的感情的反射 他就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 因此傳統的政治人物 在這方面會很吃虧的 那麼這一類吐起的這一種 好像突變基因 基因突變的這種東西 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感覺到 好像就一下子很燦爛似的 就祥而往之 但是川普他露線露得太快了一點 而且他那個真的是不堪入目 所以他這個很快就露線 柯斌沒有 柯斌只是他 他之所以他的毛病在於他的無能 他根本就能力不夠 再其位就顯得抓緊見奏 然後手忙腳亂 慢慢 他就慢慢凸顯出來 所以你說兩個地方 雖然國情不同 但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網路的發達 還有政治人物的被信任感 已經整個的被摧毀掉 你可以看到其實台灣的民進黨 跟川普很多作為很像 可是他是當選的 那個講女生 穿情質的怎麼可以領導穿金 今天出現在國會 那個伸出手去摸 國民黨女性立委的 那個就是蘇嘉賢的執主 這個黨現在是在執政 有人選擇嗎 我覺得川普不見得會落選 如果在這個大選年發生 跟種族跟土有關的事